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赶到现场的民警马上发现了现场的问题 因为事发现场距离村寨只有几百米远 闻讯赶来的村民对现场已经造成了破坏 当时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非常的凌乱 就是说因为案发现场 人员聚集比较多 脚印比较多 还有我们发现的烟头也比较多 迅速清理好人员 维护好现场后 技术人员开始初步勘察现场 侦察员也开始对案件进行最初步的了解 然后问了问了这个报案以后 大概是他和这个死者失去联系的时间 时间应该是大约下午六点钟 报案人是死者吴某的侄子 就住在离现场不远的村寨 等他过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在路边 只有死者的摩托车 没见到人 看到了摩托车停在路边 报案人一位死者在附近村民的家里玩牌 所以也没在意 当来到约会的地点 得知死者已经离开很久了 才觉得不对 然后就他通知了家里面的家属 然后在这个摩托车 发现摩托车的地方进行查查 然后在距摩托车 这个旁边一个大约十来米的 一个河沟下面都发现了死者 通过了解死者的生活和规律 当天的活动情况 也被警方一一查实 并没有停留在哪里吃饭 我要回县城去了 就离开了 这个时候是八点过程 派手接到这个反应的时候 在九点过程 十点钟的样子 那也就是说 这个案件发生应该是在 八点到十点之间吧 虽然死者吴某的死亡时间很精确 可因为当时死者家属和村民 在现场反复寻找 所以在民警赶到之前 现场已经被或多或少的破坏了 他说我们当时去了现场 现场都被破坏了 所以说当时很头疼 不仅如此 因为案发地点是离现场较远的山区 在这里没有任何监控设备覆盖 给警方了解案发过程和迅速寻找嫌疑人 也带来了麻烦 他是在村寨的边上 那你就没有监控的覆盖 而且在农村上 那个手机啊 那些都覆盖面具相当的大 在科技技术这一块 相当于就要少的多 没有了技术手段的支撑 要破这个案子 就需要侦查人员更加清晰的了解现场 更加纯熟的运用物证 来推理和还原案发时的情景 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命案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 这些物证代表什么 这些痕迹代表什么 他要向我们告知什么 我们要这个都需要我们 在第一时间去面对 从现场停放的三轮摩托车 一直向南 经过一个陡坡和菜地 再到发现死者的小溪 整个距离在30米左右 而这个区域就是侦查人员 重点勘察和分析的现场 是个作案距离 他有这个物评的这个丢落 物评丢落就说明 这个认为这个性的规矩 爬到他的性的规矩 就是他的路线 在这个区域里 遗留下了很多痕迹和物证 可这些东西能告诉我们 谁是嫌疑人吗 这里又能给侦查员 带来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偏远 首先它不是在大公路 它是在土路 很少人走到那种土路 这是一条便道 一般人 你不走这条路 当时我们也困扰 如果来说 受害人骑着 骑着他的这种三轮车 他应该来说要行走到那条路上 不应该到这条便道上来 我们就觉得奇怪 刚刚看到死者三轮摩托车停放的位置 警方就产生了疑问 放着好走的水泥路不走 死者偏偏走上这条泥泞颠簸的土路 这与他的被害有联系吗 我从受害人的角度 我就要来考虑 怎么会到这条路上来 然后我就肯定要问受害人的身份 他那天的行为 他那天的那边 整个活动的轨迹 来比对 最后来看怎么正常 受害人吴某就是本地人 虽然住在县城 可平日的工作 就是在案发地附近的几个村寨里 做安装水电的小工程 对当地很熟悉 不会走错路 而这条土路上几乎没有人家 他为什么会走到这条路上呢 我没有发现他有击杀车的痕迹 也就是说这个车是平稳的停下来的 不是说被别人强行安下来 或者突然停下来 这也就是说 嫌疑人的出现并不是突然袭击 让死者突然停下了车 我们到了现场 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个车 它没有紧急刹车 紧急自动的痕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车它的钥匙 它是纯关闭的状态 没有强行 拔取钥匙或弄坏的状态 整个车 不凌乱 给我们判断 这个车是处于很平和的状态下 停下来的 和平地停下车 可最后的结果是 吴某死在了离自己车不远的小溪里 结合死者的致命伤 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理 这个信息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 嫌疑人和受害人 认识 甚至熟悉 寂静茶园下带秀梅小镇 突发暗夜命案 熟人作案的推论 有没有证据来支撑 现场的新发现 让警方判断 突现疑异 案发当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会说话的证人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对死者遗留车辆的勘察 警方初步得出了熟人作案的推理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除了那辆平稳停下的三轮摩托车外 最让警方在意的 就是死者身上的致命伤 经过技术人员的仔细勘察 发现 发现现疑人使用的凶器 就应该是这条小溪中的鹅卵石 凶器应该是就地取材 从我们接近凶器人员来看 当法医仔细检查过死者的伤口时 发现死者又被二次击挡了迹象 因为头顶部受打击以后 死者已经受人身上的硬的昏迹 也可能冰湿写施断 那么他的头部 脸部是在正部手上之后 所以他的出血型比较少 也就是说 嫌疑人击打死者头部 让死者昏迷 过着死亡之后 他再次对死者的面部进行击打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你看到我的脸吗 我就打到你的脸 你的眼睛看到我的脸呢 我就弄坏你的眼睛 你这有一个心意 通过对死者伤情的推断 警方分析出了嫌疑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这种状态也从侧面支持了警方熟人作案的推断 情意识里面他会做出一个 我不想让别人迅速快速的知道你是谁 如果这样我们又反推来说 如果这个我不想让你知道快速让警方或者老百姓知道你是谁 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知道你是谁 很有可能最快时间会找到我 因为你认得我 我也认识你 那就是熟人关系 就是本地人的关系 除此之外 案发地点在山区远离公路 在案发的晚上 如果不是本地人 是根本不会走到这个地方的 那既然是熟人作案 又是什么人为什么杀死吴某呢 还有 吴某为什么没走大路而走了土路 这与他的被害有关系 因为 初中家的那个店是他安装的 然后有一张灯不亮了 初中家给他打电话 他就砍过去 给他 把他修好 修好了灯 天色已晚 他这夜色 吴某想尽快赶回城里的家 他给村主任说 他马上要接着回家 然后 所采取走这条路 是最直接的 最平坦的 他没有坡 就直接就顺着一条直线 坐下去 就可以很快速地 回到城里 或者家里 所以说 这个问题 应该就是受害人 他 没有受任何的干扰 他自己选择这条路 经过警方的实际测算 吴某走水泥路 要比走土路回家 多用时将近20分钟 因此警方判断 这应该就是吴某 选择走更偏僻的土路的原因 并不是嫌疑人的预谋 然后 从事发 事发现场的这条路上走 他就是实现 就回去了 这个 就正常了 虽然走土路 是吴某自己的选择 看似与案件无关 可因为土路更偏僻 行人更少 在客观上 为嫌疑人作案 和安全逃逸 创造了条件 也许 这样的环境 给嫌疑人更多的胆量 来实施作案 因为当天晚上去的时候 天下的小雨 然后周围关线 非常的黑 就是说 给侦察院的实现 给他人的实现 不好 然后到天天上 做了俯瞰的动作 可能在俯瞰的动作中 我们会发现一些 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些重要物质 技术人员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 在这里 他们要对现场 进行更细致的勘查 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线索 来解释 这个案件中出现的所有疑问 死者遗留在现场的 三轮摩托车 被警方选定为 这次勘查的开始 从摩托车的开刀情况来看 他没有和接触的现象 接触碰撞的现象 也没有在车上发生打斗 因为他在车上没有出现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挂杀痕迹 摩扎痕迹 还有血迹分泌物的现象 就说明车辆停靠以后 在车上没有发生打斗 波动的现象 这个案件是从摩托车停下开始的 根据现场痕迹 侦察员已经可以认定 摩托车是平稳停下的 警方的假设是 死者被熟人召唤停的车 我们发现停车的 那里应该不是发生打斗的地方 然后在距离停车下面这个路 在这个下面 我们就发现了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 一串钥匙 在夜间的初步勘查中 警方之所以能发现摩托车的钥匙 是因为在不远处已经发现了死者的帽子 随着勘查的一步步进行 一个个物证被采集 案发当晚的情形 也一点一点的呈现在警方的面前 先是毛质掉落 然后就往中心鞋上的位置 在这个市民这个方向 那图里面 我们看他就发现了越是掉落 它越是掉落的地方 同时有哈佛拆踏 混乱的这个拆踏痕迹 在这次勘查中 就在这片混乱的踩踏痕迹中 警方提取到了一个重要的物证 一枚烟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发现了一枚烟头 有个特点 这个烟头 它吸了一半 就扔了 就让人感觉就是 突然发现了 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丢了 就是说这枚烟头 给我们的感觉比较深 对于这枝吸了一半的烟头 警方推断 是死者停下车后 与嫌疑人有过交流 并点上了这枝烟 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 嫌疑人与死者下车 开始了追打 在打斗中 这枝只吸了一半的烟头 掉落在了案发现场 这个地方 当天我们来的时候 发现有些踩踏的痕迹 因为当天是下过雨的 有些踩踏的痕迹 不踩踏的痕迹 有过打斗 但是不是那么很激烈 寂静茶园下的秀梅小镇 突发暗夜命案 随着新物证的出现 案发当晚的情形 被逐步还原 现场的痕迹 越来越凌乱 新的疑惑也随之而来 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会说话的证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随着新物证的出现 案发当晚发生的一切 也开始呈现在警方的面前 物证虽然不会说话 可如果能正确解读它 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 我们在这儿就发现了痕迹就比较多一点 有明显的植物的踩踏的痕迹了 估计在这个地方 这打斗就已经升级了 然后再往那个方向 咱们就发现了一个更明显的痕迹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发现的痕迹 比较明显的地方 油菜地它已经倒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怀里 受害人还有嫌疑人 两个人在这儿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殴倒 甚至已经翻滚了 在地上翻滚 造成了这些植物的翻倒 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了 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 这个痕迹 然后受害人的尸体就在这个河沟旁边 现场的勘察为警方的推断提供着依据 一点一点的发现 把警方对案发当晚的还原 一直引导到了发现尸体的小溪 然而在这里 同样是新发现的物证 却给警方的推理出了个难题 现场居然发现了两块石头 都有击打死者的痕迹 那如果是这样 警方先前一人作案的推断是不是错了 因为这个死者 他属于 状人妻 就是说 我们想当时是不是一个人 能不能做这个案 发现这两块石头 是不是有结果作案的可能性 当时我们想要这个 法医通过试检 确定了两块石头都是凶器 这个结果让所有侦察员的心里都是一惊 头领部的船中这个紫上坡 它就符合火锅里面的 这个比较撇效的这个规则的事态 领部这个 它的这个紫上坡 就倾向力 是能比较大 跟领部有光滑的 这个稍微转的这个事态 红死者的伤口情况看 确实是由两块石头击倒形成的 但法医之后的鉴定 又让侦察员悬着的心放下 我们这个事态人的事态来看 它的头领部的这个出现比较大 我们领部这个船空的这个船人 出现的形成 稍微 稍微透顶部 我们从领子来分析 头领部的身上只在前 领部的身上只在后 虽然死者只有两块石头击倒致死 可两块石头并不是同时击倒 而是先后击倒 因此这个结果仍然支持一人作案的可能 我们在现场 主要是在现场发现的东西 我们都要印证这个东西 与这个案件是否有关 不管详细一切犯法 都要印证这个东西 为了更准确的认定作案人数 警方对现场证据做了更全面的分析 我们就说从现场上给我们 给我们的感觉啊 应该是反复的抓扯 流打 如果是两个人对一个人的话 他抓扯流打 在这个地里的流打 这些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 死者吴某49岁 身材不高 如果是多人作案 要支付他 不应该留下这么多打斗痕迹 如果是一人作案 那嫌疑人会是怎样的身材呢 因为他这个控制 控制是受害人在落下火锅后 他采用了石头 就继续上去的石头 就打这个受害人的头部 插出业终身上 这个是业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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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两人滚落到小溪里以后,死者应该在大道中占据了上方,把嫌疑人压在了身下,此时,嫌疑人顺势从水中捡起了石头,击倒了死者,才得以让自己解脱。 现场的物证帮助警方一点一点的还原现场,而走访的民警也用外围线索,在逐步缩小警方对案件性质判断的范围。 没有仇人,没有情感纠葛, 从经验判断,大部分侦察员在案件性质的推断上,倾向于投财害命。 那我们初步的推测就是,他决定把受害人打死之后,他就翻动他身上,搜索钱财,我们就把这个受害人的翻动,身体翻动过,才造成了他们的小事。 可当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过尸体之后,得到了一条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 在死者的身上,技术人员找到了两千元现金。 当时突然听到还有大量的信息还在身上,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就咯瞪了一下吧,马上就问这个,这个钱到底是在哪个地方确诊一下。 这个发现一下打乱了警方所有的分析,之前一直很顺利的案件侦破,此时却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如果来说他身上还有大量的钱没拉走,仅仅是把手机和赏一样的钱拿走了,这个就不好说了。 比如说是接财,他应该是奔走更多的财血,还剩下了两千元,两千整的钱金,没动。 那可能对我们的判断,我们判断可能就有问题。 几经查员下的秀美小镇,突发暗夜命案。 两千元现金的出现,打乱了警方的思路,对嫌疑人特征的刻画还能准确吗? 案发当板的真相,还能水落石出吗? 不会说话的证人,片盲暗幕正在播出。 现金的出现,让警方通过还原现场,最终刻画嫌疑人特征的期望变得渺茫。 如果分析不出嫌疑人作案的原因,又怎么能在人海中找出这个人呢? 它是在后面这个兜里,这个尸体是压着的,身体压着这个地方的,而且也浸在水里,摸不到,没摸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两千元现金是放在死者裤子的右后口袋里,正好被死者压在了身下。 经过分析验证,这两千元现金应该是嫌疑人没有发现,而意外留在现场的。 这是不会说话的误证,跟侦察员开的一个玩笑。 可这之后发现的另一个线索,却不像是玩笑。 受害人的家属给我们反应了,手机还是通的,我们打了,通的,这个,然后我们就进行了测试吧,测试了一下,确实是通的。 刚刚解释了一个不合理的误证,这条更不寻常的线索,就摆在了警方面前。 这个就不太符合常理了,关接财还是报复,还是什么情况下,肯定是关机的,但是确实是看机的。 这条线索虽然不合理,可在警方眼中却意义重大。 也让我们兴奋了一下,首先手机离开了受害人的身体,那只能是嫌疑人把他移走的。 大队人马与警犬被迅速调往现场,几个方向的搜索同时进行。 很快,在距离案发现场两公里左右的一条公路边,警犬有了反应。 在路旁的草丛中,一只非常兴奋的警犬突然握在了草地上。 在这个地方找到这个手机呢,其实也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嫌疑人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逃进来。 虽然没有直接找到嫌疑人,可手机的发现,印证了警方对嫌疑人的推断。 这个人是本地人,应该与死者认识。 此时,警方通过还原现场后,对嫌疑人的特征刻画,就开始发挥作用。 此时,当地警方的一个创新举措,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村警。 专案组,经过多信息收集以后,形成了一个画像,然后释放给我们的村警。 村警马上他就给出三个人物。 村警就是当地人,而且每天就生活在村寨里,对每户家庭,每个村民的情况都如数家镇。 很快,侦察员就在村警的带领下,见到了这个有嫌疑的桃帽。 然后一进来之后,刚刚跨进那个门那一侧了,我发现眼神有痕迹,那脸上全是痕迹。 仔细一看,你把这刷痕,再一看这脖子这一块,脖子也有。 我就问,哎呀,我说你怎么回事,这脸上满脸花的。 我行动车摔的,你把手拿给我看一下,人是摊开的,你看。 一点痕迹没有,脸上都,如果都有那么多的搓痕的话,那手上肯定有搓痕。 前任的家里面,他当时还了这一百块钱,还有从他父亲那里得了三百块钱和死者的钱, 我们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其中的一些钱是连号。 陶某一时很难解释,自己的钱为什么与死者的钱连号。 所有的不正常现象,居然都集中在了陶某的身上。 来到审讯室之后,嫌疑人陶某的心理防线很快被警方攻破。 他交代了昨天晚上因为屠材杀害吴某的全过程。 因为与吴某有几面之缘,当晚喝完酒的陶某拦下了正要回家的吴某要了支烟。 要完了烟,陶某居然要求吴某给自己些钱花了。 吴某不给,因此发生口诀,最终也变成了杀人案件。 如今,面对自己重病的父亲,陶某的心理只剩下了悔恨。 谢谢,陶某的心理。 是的,陶某。 这边是痛苦当然, 谢谢,陶某的心理。 行,坐几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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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也放心 你老子在这儿 说你要假说 不要说白白老板要照顾 我们有困难 我们公安之外也会上去 好不好 好 你发发 整个案件 就是十多个小时 没有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惊慌了一夜 正准备外逃的陶某 一早却被侦察员堵了个正照 这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术手段支持的案件 经过细致的分析与推理 准确的还原和刻画了嫌疑人 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锁定嫌疑人 与当地警方设立村警是分不开的 在本案中 村警发挥了人属地属环境属的特点 最快捷最准确的 把侦察员分析出的结果落到了实处 让法律这把弊剑变成了精确制导武器 所以我们说每个村每个气流每个山头 你都跟我布过 都要布天王 都要布一个最少 你要布一个视频监控 那不可能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 把人心牢牢的得到 他们都是天王 每一个人都是其中一个探头 年轻窃贼 惨死在复仇者刀下 暗中有暗 凶手杀人动机出人意料 视频追踪 警方还原男子生前最后时光 扑朔迷离 众多接触者中 究竟谁是真凶 最后接触 天王栏目近期播出